与其练达 不若嫖鲁 几十年前曾经有些同学问 用什么方法 手段 毕业后可以在社会上站住 我说只有一个方法笨 也就是做人诚恳 老实 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方法 你听起来很古老 但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几十年人生经历所得到的结论 历史上看到玩聪明的人 像花开一样 意识非常荣耀 光明灿烂 但很快就雕尾了 变成灰尘 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在玩聪明 聪明已经没有用了 所以未来的时代 成功的人一定是诚恳的 规矩老实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 规矩老实也是一种手段 在理论上可以那么讲 但是毕竟古今中外的人 都喜欢诚恳老实的人 就拿我们自己来比 你交一个朋友 他办法多 有知巧很聪明 你一定非常喜欢 但是也非常害怕 所以你最爱的朋友 一定是那个老实诚恳的 所以列子也说 圣人是道话 而不是知巧 知巧再高 也只能高到这个程度了 各位个个都自认聪明 谁肯承认自己是笨蛋 但是这个聪明就是大问题 我们常常提到 苏东坡医生受的打击很大 所以他有一首诗 人间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误一声 他后悔自己聪明 下面两句更妙了 但愿生而鱼且鲁 无灾无难到公轻 希望笨儿子一辈子平平安安 有福气 功名富贵都有 上面两句蛮好的 下面两句话他又用聪明了 希望自己的儿子又笨又有福气 不必辛苦就做到大官 一辈子又有钱又有富贵 天下有那么便宜的是吗 他不是又用聪明了吗 这个聪明就不对了 实际上苏东坡这个思想 就是他的人生哲学 再仔细一想 苏东坡这个愿望 也是我们自己的希望 我们个个都想这样 每个人都要这样 都物于聪明 孟子文章看起来那么美 那么平时 好像话都告诉你了 可是他有很多东西 都在文字的后面 比如他说 李楼之名 公书子之巧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 这就是告诉我们聪明没有用 这句话让我们想到老子说的大智若鱼 真有大智慧的人 不会暴露自己的聪明 不是故意不暴露 而是最诚恳 最诚实 才是最有大智慧的人 大智若鱼这个观念 不是同孟子这一段的观念一样吗 但是孟子同老子 也有他们反面的意义 读老子要注意啊 大智若鱼反过来 就是大智若鱼 大笨蛋有时候看起来很聪明 他还处处表示自己聪明 越表现自己聪明的人 越是笨蛋 暴露了自己 所以大智若鱼 老子只说了正面 反面那是老子的密宗 不传之密 你要磕了头 拿了公养 他才传给你 孟子的道理也是一样 所以为政也好 自己修养也好 都是这个原则 大学讲明得清迷 然后止于至善 而普通一个人 能够永远保持他的天真同心 没有机心 就是至善 就是赤子之心 名人洪自成的菜根坛中说 涉事浅 点染一浅 力士深 机械一身 顾君则与其练打 不若嫖鲁 与其屈紧 不若疏狂这几句话很有道理 一个人对人情事故知道的少 自己心理上的污染也比较浅 所以年轻人做事 看来是个冒失鬼 但他心里染污少 不知道别人可能心存不正 年纪大了 经历的事情也多了 看人就不同 办法也多了 因此他主张顾君子与其练打 不若嫖鲁 似乎一个人 深通人情事故 面面圆容 处处通达 倒不如老实一点 背一点 保持那份天真比较好 人唇厚则能保持天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